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能够看到天主 天主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看《读经》一户集记 这部书读得不多 今天我们读的是第十一章 上主趁云下降 对梅色谈话 把赐给他身上的神能 付给那七十位长老 这神能就降在他们身上 刚才一读的第一句话 我就似乎感觉到 每一次弥撒是上主趁云降下 把他的神能降在慧众身上 这不只是三千年以前 梅色在旷野中 天主降下来 那时候是趁云今天藏在圣体圣穴内 藏在圣经中 他的话内 天主借着这个给我们说话 把他的力量 安慰 德能传输给我们 所以好好准备 现在天主正在降下 我先介绍这篇《读经》的背景 当时这是在旷野 户集记的第十一章 给我们记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旷野中的危机 第二件事是梅色的失望 或许我们只是匆匆地读过去 你们不会发现这一点 旷野中的危机 大家走了一段时间以后 抱怨了又吃的 后来天降麻娜 每天早上用麻娜降下来 像白面粉 他们回来和一和做饼 或者用捣蒜的锤子 把它捣烂 做其他吃的 很好吃 开始他们感恩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说每天都让吃这个 我们吃腻了 在埃及坐在肉锅旁 有大蒜 大葱 香菜 那多好吃 我们不想吃了 到底天主为什么 领悟我们出来 从埃及出来 他是不是也把我们害死在这里 每天走路这么辛苦 家家户户户都抱怨 站在帐幕门口 三个人一群 两个人一会儿 就说没色 这个死不了的 你觉得你怎么样 你看你带我们转来转去 其实这时候最怕的是内乱 外面有敌人 如果大家团结一致还没事 现在自己乱了 人们到处都在议论纷纷 反抗天主 反抗美色 这个就是被称为 旷野的危机 这样子你下一步 明天谁还 拔影启程 谁还听你的话 每一色 回来 看到每个帐篷门口 家家户户户都在抱怨 看人们的脸色 就知道都不高兴 都在说自己的坏话 每一色为了谁 这时候我们看到 每一色的失望 他说算了吧 我费这么大劲 天主是我怀孕了这百姓吗 是我生了他们吗 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我在王宫好好的 我后来在旷野放羊好好的 你非让我来 把这个担子放在我肩上 当时我就说我不行 可是你偏偏要我来 带他们出埃及 如果你真的爱我 我在你眼中 还有一点分量 你让我死吧 越早越好 一天都不要活了 梅瑟这一位伟大的领袖 这一位伟人 你看也有难过的时候 也有盯不住的时候 他都是人 他也开始抱怨 甚至他怀疑天主 他说你看 老板兄们现在都给我要肉吃 我有办法吗 天主说 放心吧 每天我降下食物 他们吃你了 现在我要从天上降下肉 让他们不是吃一天两天 吃二十天 吃一个月 梅瑟说 真的吗 这么多百姓 几十万人 你得弄多少肉 把我们所有带出来的牛羊 都杀掉 都不够吃 因为牛羊也死了好多 看他连天主也怀疑 天主带他经过红海 及时取水 天降难难 可以说 每一次 我们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就觉得天主不管我们了 这时候天主用了一句话 说你认为我做不到 我的手短了吗 我非让你们看看 梅瑟说 怎么着我也不干了 天主说 我知道你累了 看天主像一个爸爸 像一个好朋友 当我们累的时候 抱怨他的时候 他不是勃然大怒 以前我怎么带你了 你现在竟然出口不逊 不是 他说 好吧梅瑟 你自己我知道太累 你找一些人 找七十个 平常管事的 有威望的 让他们替你 行不 以前我把我的神 降在你身上 现在我把你身上的能力 分一部分给他们 帮着你负担 行不 这时候梅瑟才不是好话 天主说 你去找人吧 看梅瑟就是天主的仆人 发发牢骚 抱怨抱怨 接下来他还是听天主的 这就是朋友之间 这就是那个中心 我还是听你的 他再站起来 走到人们中间 选了七十位 这些大倍 这些平常有的事 都是他们出面调节 有威望的 好 你们给我过来 一个帐篷 一个帐篷的叫 最后叫起了 大家说行 好的 有的起来 马上就走 最后到这 梅瑟一点 六十八个 不是找了七十了吗 六十八个 有两个 哼 我们才不去呢 哎 鼓动谁 鼓动谁 想什么办法 以后安排的更好 我们不再听那套了 咱们不行了 咱们也弄一半 鼓动鼓动造反 结果梅瑟就在这 正给他们说话的时候 上鼓乘云下降 把赐给梅瑟的德能 赐给七十位长老 就这样 天主叫你 你答应天主的神就来了 天主召叫我们 希望我们配合他 大家正在这 充满天主的神 正在这 说先知话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跑来 说哎 帐篷里那俩 也说起先知话来了 若俗俄 这个是结梅瑟般的 继位人 他从小就跟着梅瑟 这个小伙子 特别重于梅瑟 梅瑟让他上东 怕不上西 另一位天主的仆人 因为他从梅瑟身上 看到天主的德能 他不是他梅瑟 看成一个简单的人 人会犯错 如果这样看到你的错 我不听你了 你不是神父吗 你不是主教吗 怎么你还有错 算了吧 我自己想怎么着 怎么着 我比你还强 比你年轻 比你聪明 这个还是不是 梅瑟说什么 他从梅瑟身上看到天主 他就挺那么谦卑 今天他一听说 有两个人没来 六十八个人 那两个人是谁 一个叫厄尔达德 一个叫莫达德 他眼珠的就瞪圆了 竟然敢反抗我主梅瑟 这时候说 他两个已在帐篷里 说先知话 天主的神降在他们身上 他一蹦就起来了 不行 我主梅瑟 禁止他们 开启他们 不能让他们再讲 梅瑟说 他们静一下 你为了我 嫉妒别人吗 但愿所有的人 都做先知才好 但愿天主 把给我的精神 赐给每个人才好 下一章 就有一句话 天主给梅瑟 下了一个评语 他是世界上 最谦卑的人 一点都不假 在这儿 就这一件事 这个读经 短短的一段 我们看到 天主的爱 那两个人 一时糊涂 背叛为色 要反抗为色 天主不是 马上要打击他们 一看咱们的串 就打击 像咱们有的时候 咬的那牙 咯噔噔噔的 要我是天主 我早灭了你了 其实咱们都不是天主 所以世界还存在 天主的心 比我们的大 他知道他的孩子们 有的时候犯糊涂 有的时候犯软弱 就会跌倒 有的时候不愿意跌倒 结果有别人一删分 马上就信了 天主理解我们 他不给我们一样 那两个没去 天主没有让他们死在帐篷 同样天主的神 降在他们身上 反正当时他们答应 美色 后来听别人一说 又枪头上的草 睡着别人跑了 天主一看好 没关系 你们的时候还不到 我像爱别人一样 爱你们 天主就这样 对他的孩子们 不离不弃 在这我们看到美色的谦卑 美色知道尊重每一个人 我不是 我想怎样 你们必须怎样 不然我就杀死你们 不给我一起的 斩 美色不是这样的 若说我不嫌弱 他到底还年轻 还不了解天主 美色越来越像天主那样 理解别人 尊重别人 我不是天主 他很谦卑 我管不了一切 今天天下雨 如果我们做弥撒在外边 我会很生气 怎么这个天就下雨 你晚会再下 我们要念经 临得实实的 我们会生气 庄稼正需要雨的时候 天汉 我们会生气 咱们这老天爷 你看看 我们不是天主 我们要谦卑 接受一切 不要说 世界你管不了 连你的妻子丈夫 可能就管不了 一个毛病 你一直让他改 他就改不了 你就为这个跟他讲 讲了这么多年了 你学习美色的谦卑 让他这样吧 你管不了他 你不要学习恶苏洛 不要杀了他 你给我不一样 就不行这样 美色是 算了 我能管他吗 天主造他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接纳别人 或许也正因为 福音 今天的福音 我们才读了 这一段读经 你看我一讲 你们听明白了 旧约里边 好多的段落 同样在讲天主的爱 今天的福音 是什么呢 若忘了一开头 他就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见一个人 因你的名驱魔 他给我们不是一会儿的 我们就禁止了他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他因为我的名 行奇迹 帮助别人 也挺好 他不反对我们 至少 就行了 不反对我们 就是对我们一会儿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 他不在这个堂里念经 在那个堂里 我不搭理他 他信的那个天主 是什么呀 你信的跟他信的 是一个天主 光你好呀 天主就这样看 他说我们都是一会儿的 四海之内 结兄弟 天主是爱 他造了所有的人 你信天主教 他信基督教 那些人不信教 我们大家都一样 真善美 都是天主在每个人心里 给的启发 天主在每个人心里工作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 在政府单位上班的 而且整天管宗教的 他信佛 我们在一起聊了好久 这是第一次 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第一次这么敞开的台 他说神父 这里的鸟 不要打 这都是神明 你说他偷着吃这里的核桃 吃这里的庄稼 神父这些就够咱们吃了 他吃点吃点吧 神造他们 也要养活他们 咱们也算行点慈悲 神父行不 我说行 因为他信佛 怜悯众生 我可以理解 他说神父 我如果说的不对 请你原谅 我大胆地说 他说你想一想 我们今天坐在这吃饭 这个桌子为什么在这 凳子为什么在这 刚好一个一个 上面的酒杯 还有酒 他自己来的吗 不是 有人摆列的 那整个宇宙是怎么来的 他开始给我讲这个 我听了也很感动 他说我以前不敢讲 我在别的地方不敢讲 但是今天神父我跟你讲 所以咱们是有同一个心的 都是向善的 你看 所以耶稣在这还有一句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耶稣什么时候这样说 是说下面的话很重要 你们听着 谁若是因你们属于基督 而给你们一杯水喝 他一定会得到赏报 谁若是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犯罪 倒不如拿一块大漠石 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爱里 在这儿耶稣想说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说这是教会 这是耶稣的门徒吗 谁如果应认你们是耶稣的门徒 给你们一杯水喝 在你们外边有人有爱心 有好人 给你们一杯水喝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救我们这些人好 救我们天主爱我们 救我们将来会升天堂 你们不信教 没有灵喜 不进堂等等 你们都不行 耶稣说别人给你们一杯凉水喝 他们要受伤了 他们如果行善 他们将来会升天堂 你们当中如果有些人 让别人跌倒 将来还不如现在就 弄一块大漠石 套在脖子上沉入海底 别活着 我再说直白一点 耶稣说在你们外边有好人 在你们里边有坏蛋 就这么简单 所以咱们也要谦卑 你们里边有人会引别人跌倒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一定不要觉得我们信了耶稣 多么好 别人不信多么坏 你看耶稣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这个界限一定不要划得太明 这个是生洗 领了洗以后就多么好 不领洗得多么坏 或者说这是教堂的门 常进堂的都是热心的 不进堂的将来都要下地 不是 耶稣今天讲了几句话 我需要特别解释 耶稣讲话 讲得很难听 讲得斩钉截铁 可以说很厉害 拿几句话 倘若你的一只手使你犯罪 砍掉它 你缺一只手 升天堂 比有两只手下地的烤 如果你的一只脚 让你犯罪 多谢它来 瘸着腿升天堂 比两只脚两只腿下地云更好 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犯罪 弯出它来 耶稣讲这些 是不是让我们上点气 带上刀 随时准备自残 犯了罪就剁下一块了 不是 耶稣想说什么 让我们彻底 给引我们犯罪的 坏毛病 坏习惯 各断关系 什么东西 让我犯罪 我跟他一刀两断 这是耶稣说的 不要每天 我们讲的天主是爱 天主 天主接纳我 但是我就犯罪吧 天主可喜欢了 错 天主很难过 我们看到十字架 耶稣为我们死 天主为我们死 就是把我们的罪 他一点都不容忍 要当在他自己身上 教我们活 要不然我们该受罚 所以他痛苦 是因为我们的罪 当我们说天主是爱 并不等于说 我们犯罪 天主很高兴 天主随时 宽恕我们 天主巴不得我们 早一点好 每天好一点点 不要继续辜负他的爱 爸爸妈妈给我们吃的 喝的 每天我们睡醒了 饭都放在桌子上了 我每天就这样 你小的时候这样 长大了 懂事了 还是这样 你爸爸妈妈八十了 你五十岁了 还是把饭给我做好 做好以后我再吃 爸爸妈妈就喜欢这样 有一天你给爸爸妈妈 做好饭 来 该我照顾你们了 爸爸妈妈该多高兴 他是容忍 是接纳 但是他希望我们成长 长大 按他的旨意生活 我们不要继续 那么自私 在罪恶当中 那么手是什么意思 脚是什么意思 眼睛又是什么 手 是用来做什么的 接受天主给我们的礼物 每天早上一睁眼 接受今天的生命 我又活了 我今天活着 天主给我生命 然后手 早上起来就开始做饭 端饭给别人 我们开始分食 把牵手给我的一切 我分食给别人 那个手不是用来抢夺的 像牌子一样 哪里有钱去挣 挣了 别人饿着 我不管 我自己越多越好 有的人的手 是用这个 如果是这样 看下它来 耶稣说 不要那么贪婪 不要只是想着自己 那么自私 我们有这样的毛病吗 这样的毛病让我们进不了天国 我们穷一点 没关系 我们去分食给别人 肯定 我拿时间 拿钱 我自己可能生活就受影响 没关系 这样你能进天国 比你吃得好 喝得好 养得肥肥胖胖 进不了天国更好 脚是干什么的 脚是走路的 我们走来走去 想去哪儿 我有脚 你管不住我 我有脚 脚在我自己腿上 爱去哪儿去哪儿 脚代表着自由 耶稣邀请我们来跟随我 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祂是老师 让我们跟祂走 你骗不骗 我有脚 我就不跟你 我想去哪儿去哪儿 我想做什么做什么 我的脚让我远离天路 耶稣说 如果这样 看下它来 注意你走的路 每天我们走向天主 而不是远离天主 当你远离天主的时候 看看你周围的人 你的孩子 请啊 你整天想的是钱 你的孩子可能叫读书 先给我一块钱 我才读 要不然我 如果你整天想的是别的 你的孩子们跟着都会是这样 你不要让周围的人跌倒 你的眼睛是什么 然后一说眼睛犯罪 我们半告解的时候 我的眼目没有保守好 在大街上 我东正西望了 我看哪个女的漂亮了 你看哪个男的也一样 然后我看黄色影片了 我们认为这个是眼睛犯的罪 其实远远不止一次 我常看人的缺点 我看不上我的那一个 整天给他吵架 你的眼睛有问题 知道吗 不是他不好 是你看不到人家的好 轻视别人 看不到别人的需要 就像那个拉萨路 躺在人家门口 你看不见 耶稣说 你的眼睛犯罪 看下他来 为什么我们不 想办法让我们的眼睛明亮 看这位人的需要 想帮助别人 一句话 耶稣讲得很厉害 手脚眼睛 看下来 跺下来 弯出来 意思是 让我们好好的看天主 按照天主的话 哪些习惯 哪些习惯 阻碍我们走进天主 我们就改变 今天的福音 我最后用这样一个图像给你们 前几天有朋友去看我 我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他们开车导航 找不到 结果到最后 倒到一边去了 哎呀下的雨 一条路 泥泞难走 这个车只能进 不能退 哎呀 越走越走不了 越走越走不了 最后怎么办 几公里花了一两个小时 往后倒吧 好几个人在泥泞中 看着往后倒 一不小心就踩到旁边沟里去了 这样的路 最好不要走 前边是深沟 进去了就出不来 幸亏是白天 要是晚上倒到那个地方 你还不是倒霉了 今天的福音 耶稣在做什么 他在盘一个红绿灯 我就想 他在这儿挂一个牌子 不要往这儿走 这条路 此路不同 正在施工 前面危险 这儿 这个路口经常吐车祸 他在这儿放一个红绿灯 小心 这儿慢下来 该停了 要停 黄灯亮了 耶稣今天讲的这些 他说 倒不如 不下地狱更好 倒不如 不下地狱更好 一连三遍 前面是坑 是地狱 是烈火 在那里有虫子 你看耶稣在讲这些 要小心你的眼 小心你的脚 小心你的手 要不然倒就倒不回来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反省 看耶稣的话 要拿着当事 要不然真的很危险 想一想 我们生活中 有哪些坏习惯 正让我们远离天主 正让我们远离福音 背叛耶稣 让我们良心不安 快 赶紧地改 但愿上主的神 降在人人身上 每次说了一句先知话 那其实就是 今天的圣神将领 每个人充满天主的神 不只是神父 你们每个基督徒 去做先知 去做司机 去做君王 在每天你所在的环境中 为他做正说先知话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